首先我们先把这网拿好拿出来,很多人说我不会撒网,我撒不好对不对,首先一定要把这网离好离碎,七分离网三分撒,学会的离网,撒网就简单了 一网撒的开不开,撒的圆不圆,你看你的网,你的好不好睡不睡,别拿太多,八分别抓,提起网头,看我怎么搞,一步步来啊 如果是三米高的网,你这样提起来,你哪里可以,但是我这个网有点高,三米一高,所以我要给它分四段,多一个步骤,这是为什么我说新手不要搞太大的网,新手如果搞太大的网,那你不好低网,网头我们给它留点,留一二十分开,留这么多,先抓住一段,两段,三段,给它提起来抖一下,一般情况下,我们这里是这样子,很多时候我们的盘子,竖起来是吧,我们这是要把盘子翻成, 把盘子给抖平,翻成盘子,这里很多人搞不明白,这个地方的话,总是一边都一边少,如果说没抖均匀,会造成什么后果,链条吧,它会跑平,盘子倾斜这样子,没法弄了是吧,没法搞,所以说一定要进入,我们这一段,要把这链条扫到这边,我们给它抖下均匀的, 不然给它一边多一边少,让它去给它去掉,再看,抖均匀后,放进去,一把给它发住, 你这样子拿好了,这一步就拿好,拿网,你这样能拿,像我这样子可以说,故意办了,怎么就撒呢,首先我们讲一下站字,不要对面对去啊,不要这样去撒,这伞的不好处理,所以我们一样侧身,侧身这样子,然后左手拿着网,啥是一样旋转盘子,不要直接这样子, 一定不行的,一定不会这样子,要转动,你看我怎么转,学个动作,学转盘子,把这个动作学会的,转动,你看,我们每次转动盘子的时候,你会发现它的链条全部张开了是吧, 转动盘子,就转开对不对,所以说这个网为什么要扶一盘网,它要把这盘子扶起来,转起来,就开了,给你整一下啊,终于,就这么就开了, 我们等待上鱼开啊,这网最少六条以上,如果说正网没上六条,我把这鱼全部放起来好不好,如果上不了六条鱼,我把这鱼全部给它放了,最少六条,我这里搞了五十斤鱼了, 看好不好,最少六条以上,来了来了,来了,买鱼,上去点个赞,666, 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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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感谢观看